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各位收看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健康制度节目 我是主持人王小蕾 我们今天会跟大家聊到 一个全新的话题 这个话题其实跟我们 每一个人的居家生活 密切相关 但是这件事情 你究竟做对了吗 这就是我们今天 要跟你聊到的 你会不会给自己的家里 来做一次清理和消毒呢 我们今天云端录制的两位嘉宾 为了来大家介绍连续 你好 美哥好 系伟你好 美哥好 观众们大家好 先来问一个扎心的问题 连续你在家干家务吗 这也不扎心 这个我不干家务 你真幸福 因为就是我家里头 生工还比较凝确 基本上就是买菜做饭 然后看孩子学习 电器维修归我 都是屋子 包括您说家庭的打扫 还是我爱人居多一点 你比我幸福多了 你刚刚以上所有说的 我们家都归我 西伟呢 我们家这个消毒工作呀 卫生工作呀 包括 尤其是我们家有两个孩子 所以这个消毒工作 我觉得会更加的麻烦 全是我亲自来才放心 好 那我们平时到底做的对不对呢 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 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消毒与有害生物防治所的所长 佟领所长 欢迎您 您好 佟所长 我相信对于电视机前的观众 还有我们云端的两位来讲 可能都是第一次 听到您的这个职业 这个 消毒 消毒 还有研究所 消毒与有害生物防治所 这俩怎么能搁得一块呢 然后我们大家经常听说 消杀 对 消就是消毒 杀就是杀虫 消毒和杀虫 消毒和杀虫 没错 所以您的这个工作范畴 其实就是要阻断疾病向人类的传播 没错 就是切断传播途径 太重要 当然今天核心要跟大家讲讲消毒 从您的研究来讲 就是家里边做消毒的 它的这个概念应该是什么 其实我们说家里边应该是以清洁为主 那么有需要的时候再开展消毒 那么我们开展消毒 我们强调是要科学消毒 要精准消毒 也就是说我们不是说 什么时候都需要进行消毒 只有一些特定的场景和特殊的情况下 我们针对特殊需要消毒的物品来进行消毒 不能泛泛的所有的环境 所有的物品都进行消毒 那过渡消毒其实对我们不是说更安全了 应该说过渡的消毒对我们身体是有害的 也就是说把您给我们提供的消毒概念 提炼成科学消毒 精准消毒 不要过度消毒 没错 如果我们用大家能理解的话来讲 就是这事不能不讲究 也不能瞎讲究 没错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需要来做这个消毒的工作呢 咱们来看一看 大家看了 这种都是流感的症状 咳嗽 打喷嚏 头疼 在流感这个季节 那我们就要做好消毒的工作 所以我们第一个概念讲的 就是在流感剂到来的时候 我们针对这个流感 我们要做的这个消毒工作的几个重要的地方 有没有流感剂会特别做一些消毒的这样的事情呢 连续你家里会有吗 会呀 这个四十来岁了 也经历不少流感剂了 基本上就是什么呢 勤勤手 然后多通风 人多不去凑热 家里酸点醋 然后八次擦擦这擦擦那 出门戴口罩 基本上就这样 您看刚才连续说的还挺对的 戴口罩 勤洗手 还什么 开窗通风 这都是起什么作用 您一个一个跟我们说什么 流感它是通过这种呼吸道进行传播的 就是它这个致病微生物是在空气当中的 所以首先第一个 我们就要对这个空气进行消毒 那么我们空气消毒最有效的方法 在我们家里边就是开窗通风 其实也包括我们办公室 或者这种密闭的环境 都是开窗通风 是一个特别有效的一个方法 这样空气当中的致病微生物 或者我们说流感病毒 它通过外边的空气这种稀释 在我们空气当中的这个流感病毒就会减少 那么这个我们感染得病的机会就会降低 所以开窗通风特别有效 对 原来是就是 您这么一说我就理解 其实我一直都弄不懂 为什么一有点什么事就勤开窗通风 我都不理解 开窗通风不是把外边的病菌就吹进来了吗 不 因为我们这个致病微生物是通过人来进窗 对啊 分泌出来的 就我人打个喷嚏 咳嗽 说话 那么它的飞沫会在空气当中 那么室外的环境的时候呢 没有人的时候 这个空气当中病毒是很少很少的 所以我们要开窗通风 明白了 把这个病毒要稀释掉 就是新鲜的空气进来以后流通 然后就把这个病毒就带走了 没错 这个是最主要的作用 等于就是稀释 没错 然后稀释少了 就是说每单位体积内的病毒数少了 你感染的机会就少了 其实有个别的 那么我们得病的这种严重的程度也会降低 明白了 所以这样看起来 勤通风还真的是很重要 没错 那然后戴口罩 您跟我们讲讲 戴口罩呢 其实刚才我们说是 因为是呼吸道的传染病 那么可能比如说我是病人 如果我戴了口罩 那么我这个呼吸道的这个病毒 就在我的口罩里面 就保护了您 那对啊 那就是你们有病的人 你们戴 对吧 我们健康的 我们就不需要戴了 可以这么理解 但是呢 如果我戴了 您安全了 如果我没戴呢 您也不知道 我是不是流感病人 那您戴了 那您就保护了您自己 那另外一个问题 你比如说 我要到公共场所 办公室啊 我出去吃吃饭 去超市啊 我得戴上 家里边比如说 那家里边呢 如果都是正常的 那个没有发病的人 那么不戴口罩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家里边 有一个流感病人 比如说家里边 您得了流感 那您为了保护您的家人 不要让您家 对 您就戴上您的口罩 当然最好就是 您自己住在一个房间里边 您不要出来 不要跟别人接触 是最安全的 你要出来 您就戴上口罩 就是在家里边 也得自我隔离一下 对 这样更安全一点 平时咱们咳嗽 打喷嚏 也没看见 喷嚏什么病毒 细菌什么来的 你好 你这个问题问的 你那眼睛 要是能看见病毒 你就那是 你那是俩显微镜了 没错 但是我们能看见 我们喷出来有唾液 有飞沫 这个有的时候 你是能看得见的 来 连续你是说 打个喷嚏 就是一个喷嚏 你们二位 一个喷嚏 啪就不管你看见没看见 就喷嚏这所谓的飞沫 能飞多远 飞40厘米 40厘米 那多 两打 两打 那有两米吧 两米 两米不能吧 其实这个打个喷嚏 这个飞沫 可以传播到那个距离 确实不同的人 可能是不太一样 但有报道 但跟肺活量有关系 没错 也跟你这个喷嚏 这个打的这个 所以就连续 你这个身体 你已经揉了 你只能喷40厘米 那到底你能喷多远 有报道 正常 就是正常的话 就是肯定可以超过 我们这个距离 这差不多就两米了 差不多 就正常的话 是可以打到这 有这么远的 因为有报道 比这个还要远 也要远几倍 比如说有报道说 可以喷8米 6米 这个都有 好家伙 那所以你要不戴口罩 您这一大堆 一大波病毒来袭 没错 所以口罩是有效地 阻隔病毒 通过飞沫传播的 最好的途径 没错 我看您拿了两个口罩 医用口罩 也分为几类 那么我拿的这两种 这个是 一次性只用医用口罩 这两个外表可能看不太出来 这两个我看着一样 没错 但是包装上是能看得出来的 那么它俩最主要的区别 其实就是对空气当中的 这种颗粒的阻隔的 这个指标是不一样的 所谓颗粒 就是小颗粒 通俗一点说 就阻隔病毒 那么麦克口罩 这种口罩 它是可以阻隔这个病毒的 那么一次性只用医用口罩 它没有提这个指标 但是它对细菌的阻隔离 还是有要求 是95%的 所以您就给我们建议吧 如果是流感剂 戴哪个 如果是流感剂的话 我建议大家戴这种外壳口罩 最好的选择是 一次性医用的外壳口罩 当然没有的话 这个医用口罩 一次性的也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但是还有一个话题 就是出门回来了 这个口罩摘下来 说不戴了 一次性的嘛 怎么把这口罩摘下来扔了呢 这里边其实也是很讲究的 假设说您现在 就是一个流感的患者 这时候您要摘口罩了 您应该怎么做 如果我是患者 那我们摘的时候呢 就是勾子摘下来就可以了 好 然后继续 因为我是流感病人 那么我里边那个病毒更多 那么我们就把它里边折在 折在里边 那其实就是哪边越脏 我们手就不要摸哪一侧 然后处理掉就可以了 好 来 然后现在您是一健康人 完了您去了一趟发热门诊 或者从超市什么回来了 咱们来看看怎么做 如果是我去了一趟超市 那么回来呢 可能外表面是比较脏的 那么我们摘的时候呢 就手不要碰在外表面 从勾子都给它摘下来 然后呢 我们折的时候呢 就把这个外表面 就尽量不要碰到那个外边 这样折 把里边呢折出来 所以原则就是 哪边更有可能接触病毒细菌 就把它折在里面 然后把它丢弃掉 好 谢谢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摘下来以后都叠完了 就这个还需要再处理吗 还是就直接可以扔掉 这个也是分不同的情况 比如说我刚才说风险不太大 我只是去到个超市啊 没有接触病人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直接按照生活垃圾处理 就可以了 就扔了就行了 对 直接扔了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比如说 我是流感病人 我的口罩 那么最好还是消毒一下 比如说用酒精喷喷 或者用含氯消毒机泡一下 或者是那个 给它拿消毒机喷一下 这都可以 或者我到了发热门诊的 那种口罩 那么外表面也是有风险的 那么这个时候回来呢 最好也处理一下 然后再整掉 就是人人喂我 我喂人人嘛 还是心里边得有这个 消毒灭菌的这样一个概念 有风险就要消毒 当然前面我们说了 你看有这个戴口罩 注意啊 通风 还有就是刚才连续小朋友 被送的 哎呀 我也洗手 洗手这做得特别好 这是我们接下来 要讲的一个重点 对吧 对 没错 现在幼儿园小朋友 经常教洗手歌啊 墙上我看经常还有贴着 洗手什么几步操等等 不知道学习的效果怎么样 谁会洗手来表演一下 我闺女会 不是 我倒觉得 我其实打响就看这个 这样 让你们这个 给你们一分钟的时间 先回忆一下 我请专家再讲一个事情 对 有一个话题很重要 就是刚才您不是说吗 飞沫传播吗 我们都戴了口罩了 这手怎么还 要这样洗那样洗 这手怎么有那么脏吗 这个手 其实我们的手呢 因为我们做干活 或者是拿东西 都是用我们的手 所以我们的手 接触到污染环境的机会 是特别的多 我们也有一个小故事 就是一个小男孩 他出去玩 回来以后 我们对他的手 进行了一个采样 那么我看第一个图 我们看 有这么多的细菌 这个可能都超出我们的想象 中间的那个是放大的图 那个大片的 其实就是霉菌 第三个呢 那第三个里边呢 最主要的都是细菌 细菌居多 但是看种类非常的丰富 不同的颜色 不同形状 都是不同种类 所以这就是 小孩正常就下边院子里 玩了一会儿回来 就手上就这么脏 没错 那接下来呢 大家会看到这个两段动画 我们也请这个 彭所长跟我们讲讲 就是我们这个手 就怎么会被感染上 然后上面都有些病菌 是吧 咱们来看一看 我们看 这个一个人 他刚才咳嗽了 捂下水 这个当然这不标准啊 然后呢 才去开门 开门了以后呢 他走了 接着您过来了 您也去开那个门 您也摸一下那门把手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是他的 比如说是流感 他的流感病毒 您就接触到了 您再摸摸鼻子 再摸摸眼睛 那么这时候 您就被喘上了 所以这一切发生在 大家都不知道的情况之下 没错 就是连续刚才说 我都没看见啊 其实他太小了 对 没看见已经传播上了 还有一个更直接的 我得了流感 我打个喷嚏 用手捂了一下 刚好见到您了 您好 一握手 您再一激动 挺好的挺好的 再捂鼻子 所以就是说 如果你自己是一个流感的患者 你用了这些 比如说你不戴口罩 你到这个打喷嚏 不捂着 或者捂着 没有洗手 这些都是对别人的 不负责任 没错 其实我们打喷嚏的时候 现在我们更讲究 打喷嚏 要打喷嚏的礼节 咳嗽 我们要用腕部 遮住这个口鼻 要这样来打喷嚏 不是这样 因为我们的手 是很难避免 我们到处去摸的 那么这样我就把我的 致病卫生物 可能就传播给别人了 所以正确地打喷嚏 但我的走步不会啊 对 我的走步 我打完喷嚏 我不会拿走步去碰 对 那看来还是过去的 那个方法 实际上带了一块手绢 拿出来上打喷嚏 这也是可行的 没错 我把手道收起来 以后这个社交礼仪 增加一下 男士女士都拿的小手绢 其实挺好的 也不错 好 所以就洗手很重要 就洗手能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通过洗手 可以去除掉我们手上 绝大部分的 细菌 致病的微生物 包括致病的 不致病的都可以去除 所以洗手这么重要 那个洗手怎么洗 就很重要了 是吧 想起来了吗 两位 我得把我闺女叫来 我得这个环节 得让她认真看一看 这些细菌 是不是得洗手 过来 刘雨彤 大家好 大家好 你是想让人家 来给我们表演洗手吧 是你自己答不上 你是找外员呢 是吧 刘雨彤跟我们表演一下 幼儿园老师是怎么教的洗手 泡沫洗手心 手心搓手背 姿势要全对 手指顶交叉 手指要相扣 结束了吗 没 继续 整整的拇指 接着搓手巾 接着搓指尖 然后细菌怎么了 甩一肩 我变成细菌了 雨彤你每次洗手 都会这样吗 会 会啊 真好 所以来我们看看你可爱的小手 干净吗 干净 真干净 谢谢 好 谢谢 来 咱们问问看看连续 连续大哥哥 学会了没有 我刚才跟着坐了两遍 来 咱们 差点意思 我是不是能跟我妈也叫了 有几个啊 这个格律呢就忘了啊 反正是 接着手心搓手肩 手心搓手背 手心搓指尖 互相看脚不乎 到底怎么洗啊 咱们看看这个正确的洗手方法 有请 童所长 首先要把手先要打湿 别浪费水啊 然后打肥皂 这个可就绝对是专业人士啊 不是洗手的专业人士啊 这可是我们消毒所的所长 重点呢是 刚才小朋友其实洗的真的是非常的好 我们洗手呢 我们也有个口诀 叫七步洗手法 那么第一步呢就是内 就是手掌相对来戳 然后外 外呢就是手背 手心搓手背 对手心搓手背 夹就是两个手交叉 指头缝 指缝对 另外夹 弓 就是两个手握在一起 指甲 对 然后是 大拇指 大拇指 我们经常说有拇指效应 其实我们洗手的时候经常会洗不到拇指 然后另一次是指尖 两个指尖 最后呢我们还要洗一下手腕 就是刚才小朋友呢可能手腕呢可是没有洗到的 这个就是那个专业人士编出来的操 好 这要是我跟连续像我们这样有取艺基本功呢 我们就要提意见了 是吧 连续 所以这应该是八步洗手法 还差最后一步冲 没错 一定要用流的水 对吧 冲洗干净 你们就没有流动的水 而且必须得流动的水冲洗 对 一定要流动的水冲洗 你看看 然后呢 我们这个洗手 其实主要的还要注意一个 就是我们洗得不能太快 至少要洗到15秒以上 至少要洗 15秒 不是是一分钟吗 还是15秒 15秒 洗的过程当中不能低于15秒 不能洗得太快 刚才的七步洗手法 总结出来就是七个字 这七个字记住了吗 记住了 内外加工大力丸 内外加工大力丸 这个有点不好问 应该是十个字 内外加工大力丸流水冲 您总结更熟 你看看 是吧 为什么要学取义呢 是吧 连旭老师 你看 咱就在折上了 是吧 我们谢谢雨童小朋友 还在上课呢 是吧 谢谢你 再见 上课 谢谢 好 那平时咱们说洗手 关键的问题就是 我们给它总结一下 有的人好像就说 你别老洗手 我都洗秃鲁皮了 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 有六大场景 最好提示大家 一定要洗手 咱们来看看 第一个就是 我们外出 我们坐的公共交通 我坐的地铁 那么回家以后 一定要洗手 那肯定啊 外边是 对 我们手可能接触了 很多这样的环境 第二个 第二个就是 我们外出 我们去遛狗 或者去遛蛙回来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接触了这个动物 那么也一定要洗手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经常听说的 就是饭前变后要洗手 那当然我们去上厕所 那么这时候 肯定手是最脏 一定要洗手 我们要吃饭 也一定要洗手 还有呢 就是我们要照顾孩子 要照顾老人 那么孩子和老人呢 它是属于 抵抗力比较低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去照顾他们之前 也一定要洗手 这也是非常关键的 再一个呢 就是我们打扫卫生 或者是我们手 可能接触到了一些 比较脏的环境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也要洗手 最后一个呢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我们打喷嚏 我们这个手 可能捂着嘴了 或者扣着嘴了等等 这个时候呢 也要洗手 反正我觉得 现在就是这个 勤洗手吧 大家有这个概念 说手上比较脏 但是是不是说 你不是什么地方 你都能找着水龙头 拿着香皂 对吧 连逊 所以呢 你看我就有时候 我家里也有这个东西 免洗那个消毒机 酒精的这种 免洗凝胶 你看这往上 手上一挤 然后一搓 它跟那个胶索上那边 一搓 就男的吧 他有时候 老上他去 流动水那洗 这也 也没有那么 那么那么讲究 所以由这个又方便 还省吃省力 我觉得这洗手液 是不是也能达到 这种洗手的 这种目的效果呢 你看刚学完 你就忘了 要洗够15秒 免洗的这个 也得15秒吧 免洗手效呢 是这样 一定要保证 把它做到 手的每一个部位 因为我们就不再洗手了 就没有 对 要抹 每个部位都抹到了 它就能起到 效果作用了 因为我们不再洗手了 所以就没有什么 15秒 20秒 还是30秒 一直在你的手上 因为我们是免洗的 手消毒剂 所以就得把它搓匀了 对 那这个免洗消毒液 和洗手哪个效果更好 其实两个呢 是两个作用 我们一直强调呢 就是有水的时候 我们尽量还是做 流动水的洗手 效果应该更好 因为我们手消毒剂呢 就是特别这种 免洗的手消毒剂 它里边呢 都是有酒精成分的 因为它要干 要素干 那么酒精呢 对我们皮肤呢 如果我们长期用 会让我们的皮肤 出现干裂 那么出现干裂以后呢 本来我们皮肤 我们手是一个正常的 一个完整皮肤 是一个天然屏障 如果出现干裂的话呢 那么我们的手 其实本身就是一个风险了 所以呢 我们能洗手的时候 能用水洗的时候 还是尽量减少 用这个免洗的手消毒剂 来进行消毒 当然我们还有一个 这种情况就是 本身我们这个手 比如说我们就 手上有油 或者是摸了土 等等 就是手上有其他 有机物 或者 附着物 对 有附着物 有东西的时候呢 我们用消毒剂 会影响我们消毒的效果 对 我也有那感觉 比如说手就特别 感觉特别脏的时候 你拿那个碗洗完 感觉不舒服 有时候一用那个碗 就遮得慌 如果我们手上有伤口的话呢 我们一定要用伤口贴 把这个伤口给它包上 因为这有两个问题 第一呢 伤口本身 因为不是完整皮肤了 就传病的风险 那么第二呢 我们用手消毒剂 做手消的时候 也包括我们洗手的时候呢 对这个伤口呢 都是有影响的 讲了这么多啊 从这个必要性 一直讲到怎么洗 包括您给自己找折的 然后喷喷啊 免洗啊等等 最重要就是要做好 手部的这个清洁 和消毒 没错 刚才讲的是流感剂 当然很重要了嘛 接下来我们看 另外一种场景 您现在关注的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健康之路节目 接下来我们看 另外一种场景 好 一老一小 对 因为一老一小呢 它的自身的抵抗力 是比较弱的 所以呢 我们对照顾老人 和孩子的时候呢 还是要关注一下消毒 老朋友有的时候 也是需要做消毒 还是说 我们去接触小朋友的时候 我们要消毒 其实这里边呢 我们要分清消毒和清洁 可能我们更多的时候 做的都是清洁 比如用手口筋 给孩子擦着手 或擦屁股 擦嘴等等 这些都是清洁 那么消毒呢 是比如说孩子的奶瓶 或者是孩子 可以接触的一些玩具等等 这些东西才需要消毒 明白了 所以西卫很重要 所谓一老一小 不是把孩子消毒了 其实从有了孩子之后 我就变成了一个 有点神经质的一个妈妈 我总觉得那些细菌 看不见的细菌 非常的可怕 所以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带孩子出去吃饭的时候 除了用手口湿巾 把这个孩子的手和口清洁之外 还会用酒精湿巾 把餐桌全部擦一遍 因为我觉得这些餐桌 外面的餐桌都不干净 还有自己带自己的 消毒毒的餐具 自己带餐具啊 这就是传说中的 别人家的媳妇 我觉得她做的都很好啊 做的非常的认真 但是这里边呢 其实我们还有一个 那个概念 就是我们也没有必要 过度的消毒 就是特别是新生儿 我们也有一个那个例子 就是一个刚出生的小孩 这个妈妈呢特别的认真 可能比我们这家宾还认真 凡是孩子能够接触到的东西 所有的东西 都是经过消毒的 比如说奶瓶奶嘴要煮 那么孩子的衣服 都是经过消毒的 那孩子呢就是 手呢也不让他接触到 那个其他可能会有细菌的 那个场所 听着有点过了 对所以这个孩子呢就 出生以后呢就一直在拉肚子 就搞不清楚是为什么 后来呢我们就问了 这孩子是为了吃了什么 做了什么 他说我非常的认真 所有他可能接触的环境 肯定都是无菌的 后来我就发现了 其实这个孩子太干净了 他接触不到外环境的细菌 我们知道我们肠道里边都有正常菌群 对啊 对吧 都一定要有一定的细菌 这样才能帮助我们消化 那么这个孩子建立不起自己的正常的菌群 那么孩子就一直在拉肚子 对对对对 我有一个朋友家的孩子就是 就各种生病各种生病 后来到儿童医院找了一位老专家 一个阿姨就说出去玩土去 真的就花园里边各种玩 然后半年就好了 后来他们就说 说这孩子太干净了就容易得病 我们既不能太干净 但是呢在有传病风险的时候呢 我们该做的消毒呢也是一定要做的 对了所以你看看 就是不能这事不能过 必要的消毒那当然是绝对马虎不得的 比如说孩子的奶瓶奶嘴餐具 那么孩子的这种奶瓶呢 我们可以用热力消毒 比如说我们用蒸锅蒸 或者是用我们的锅煮 都是可以的 当然现在还有直接卖的成品的 这种消毒锅 我们可以直接那种蒸锅 直接用也是可以的 玻璃的呢因为有一种风险 就是我直接给它放在热水里边 有可能会炸掉 对所以我们建议呢就是玻璃的 最好还是先放在冷水里边 就给它放进来 然后呢再煮再蒸 那么这种塑料的呢 就可以直接放在这个水开了 直接再放进去也可以 当然直接放在锅里边煮也是可以的 要煮多长时间呢 如果消毒的话 那么一般来说呢 我们这个蒸或者煮呢 就是五六分钟 十分钟以下都可以 但是时间长也可以 时间长对奶瓶的那个使用寿命 是会有影响的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奶嘴 因为奶嘴这是一种橡胶的 就是我们不能煮时间太长了 就是这个呢是我们要注意的 那么我们呢给它放在这儿 奶嘴是开水一烫 光是开水烫 还是起不到这个真正的那个消毒作用 最好还是要蒸或者是煮 所以我们日常说用开水烫一下 这个还不能是消毒 对开水烫能够杀死一部分细菌 或者是病毒 但是呢它只能是杀死一部分 最好呢要达到真正的消毒的效果 要达到效果好 那么还是要煮 所以你看我们有两种 一种是蒸汽 一种是煮沸 没错两种方法都是可以的 我们可以蒸 也可以煮 那么把煮沸放在这儿 还有一种方法呢 就蒸起来蒸 这个都是热力消毒的方法 玻璃瓶的奶瓶跟蒸馒头一样 冷水入锅 大火烧开 小火五分钟 然后再关火静置三分钟 就怎么蒸馒头 怎么消毒它就一样了 塑料的呢 它就可以直接扔在开水里边 但奶嘴呢不能时间太长 对 奶嘴不要时间太长 但是接下来说的这个话题 就是让人很纠结 就是你既觉得它确实需要清洁 甚至需要消毒 可是你确实做不到 西伟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吗 它吗 对 就是玩具 你们家是两个孩子是吗 对 我们家一男一女 品种齐全 对 那你们家的玩具也少不了吧 这个女孩的绒毛玩具 我觉得就这种玩具 我们家至少都有一百个 然后还有后面的这样的 这个听音乐用的这种小人 然后还有上面的这个 这个小汽车 还有各种枪 简直了 专门有一个儿童房是放玩具的 我们来跟连续聊聊 因为连续家我知道 就一个非常可爱的小男孩 你们家的玩具能少点吧 以为男孩玩具少 其实男孩一点都不少 女孩玩的毛绒玩具 男孩也玩 男孩还得玩这个什么各种的 什么枪啊打仗用的 然后还有那个像什么积木啊 颗粒积木啊 还有木头积木等等的 还有你别忘了 还有什么铲子呀 还有什么铲头 这些还有呢 举个最简单例的 我刚才从我儿子的床头 拿下俩这个玩意儿 你知道吧 咱说个提外话啊 这是我儿子的儿子 这是我儿子的孙子 是我成功的 他这么叫啊 你说这男孩现在也玩这个 这个啊 圆滚滚的吧 白天就是足球 在我这个屋里头 来回来去的地上 晚上就搁在枕在旁边 睡觉那么陪着他睡 他这儿子和孙子陪着他睡 你知道吧 你就说这玩意儿能干净得了吗 可是你到现在这么多年了 就从来没洗过 那更别说那积木了 我们家那积木 农村的那个小院也大 一百多瓶 一百五多瓶的这大院子 给你敷满了一地啊 我理解了 你还得收 你哪儿顾得来访啊 对 这个 连续这个表情绝对是 绝大多数父母 说到这个话题的表情 就是该不该清洁 该 该不该消毒 该 谁干 你 其实是这样 我们一直在强调 消毒是适度消毒 精准消毒 我们需要的时候 在进行消毒 为什么我们一直说 玩具消毒呢 其实我们更多的是说 幼儿园的玩具 一定要消毒 因为是很多孩子一起玩 你不知道哪一个孩子 可能得水稻了 但你不知道 他玩了 别的孩子要去玩 可能这个水稻就传开了 那么我们自己家里边的玩具 只有我孩子一个 或者是两个孩子 都是健康的孩子 他们两个人在玩 没有这个传病的风险 就是没有治病微生物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清洁就够了 不消毒也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可能说 我铺了一院子 院子里边可能 还有什么 有鸡啊 有鸭 那这时候 确实有 沾上了什么鸡粪呀 这时候很脏了 那这个时候 我们再需要消毒 然后小朋友玩的 还是那种拼接玩具 拆不开 一着急老拿嘴 对 没错 如果孩子特别小 他很容易把这玩具 放在嘴里边来啃 那么这个玩具 最好也要消消毒 我理解了 就是说第一 如果这个玩具 没有接触到一些 治病的环境的话 清洁就可以了 对 清洁 第二还是给孩子 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 尽量不要把玩具 放嘴里 对 然后再一个 就是玩好了以后 洗手 要洗手 好吧 这样的话 就解决了很多家长的痛苦 说好 一百五十平一地 每天清洁一遍 消毒一遍 这样就要了命了 你看刚才我们说完孩子了 当然是家有一老 如有一宝 咱们还得关心老人 就家里边 如果有老人的话 那些地方 是我们格外要注意的 您现在关注的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健康之路节目 家有一老 如有一宝 就家里边如果有老人的话 哪些地方是我们格外要注意的 如果要是长期卧床的 可能涉及到这个 包括被子 褥子等等 这个周围的环境 包括它这个物体的这些表面 都要保持清洁 就是清洁是最重要的 清洁是最重要的 对 但是如果受到污染了 比如说有排泄物 那么这时候就一定要消毒 这个老人 如果是能够治理的 当然我们这个 跟我们就差不太多 我们就是家里跟家庭的那个用具 包括餐具 包括什么牙具 或者是他可能经常用到的水杯等等 这些是可以定期做一个消毒 餐具消毒其实是非常必要的 我们现在也一直在提倡 就要有工块 那么中国人习惯吃饭的时候 就是一个盘子 大家都去拿这个筷子去加 共用餐具的情况之下 有可能会传播一些什么样的疾病呢 最可能传播的就是这种肠道传染病 比如 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的 懦弱 手足口 甲肝等等 这一类疾病 其实都是可以通过这个餐具来进行传播的 您建议多长时间这么消毒一次 如果家里来了个外人 那么我不知道他健康状况 这个时候他走了 我们这个餐具一定要消毒 如果就 我建议有 对 有外人就出去吃吧 那也是可以的 如果就是家里边自己家人的话 那一个星期消毒一次也是可以的 一周一次就差不多了 对 我一般也用洗洁精 把这个碗块全都洗干净之后 就会把它放到这么一个大锅里面 上锅煮 我觉得又蒸又煮的 这个消毒的效果最好 这个方法是可以的 第一提到了 我们要把这个碗洗干净以后再去煮 然后第二呢 就是我们煮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 一定要把这个碗和筷子 就是我们要消毒餐具 一定要没在这个水里边 不能漏到水外边来 那样就洗不到消毒的所有 那我现在这个水量不够 对 你这个水有点少 我还以为是这个 一半是水 一半上面是蒸汽不 都是 不 一定要没在这个水里边 没在水里边 才能够起到这个消毒的效果 行 然后这个原则呢 就是 现在水好了 现在好了 这个原则呢 跟我们炖肉是一样的 大火烧开 小火再煮十分钟 那我还想问一下 因为这个 如果说我今天请客 家里的这个餐具比较多 如果说我煮完这一波 我要煮下一波的时候 我要换水吗 对 你这还是煮肉的道理 就是老汤得留着是吧 这个老汤是可以留的 我们只要把餐具拿出来 因为我们那个碗 都是洗干净放进去的 所以我们把那个 第一锅煮完了以后 把碗拿出来 我们可以接着煮点 对 而且你还要注意环保 是不是要注意节约用水 谢谢 好 谢谢 那大概煮多分之间 你看我们又发现漏洞了吧 对 一般要煮个十分钟左右 要十分钟 对 要煮的时间长 因为我们那个碗 它会有的时候 会盛一些凉水 有可能没煮到 十分钟 我一般五六分钟 水开了 要十分钟 你看这又是一个 很重要的知识点 谢谢 谢谢连续 讲了这么多居家环境 看来这个清洁 尤其消毒 绝对不是多此一举的事情 那家里边还有其他的 比如老年人的牙具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 其实牙杯也是一个 非常容易忽视的一个环节 因为我们这个牙杯 我们刷完牙以后 里边会有一点水 经常会有一点水 那么这个水 就很容易形成生物膜 特别是我们老人 经常用这个牙杯 我们用的时间比较长以后 它细菌很容易在那个杯子底部 形成生物膜 这样就很容易有细菌滋生 应该定期消毒 那这个牙具 尤其牙杯的消毒怎么做呢 来 我们把道具拿上来 比如说我在家里边 我是要用牙杯的 那么我一般来说 就是第一 我刷完牙以后 一定把水控净 但有的时候 难免还会有一点存留 所以我一般呢 就是一个星期 我会用这种消毒片 但是你用别的消毒 也是可以的 消毒片特别方便 我就取出了一片 扔进去 一片 扔进去 有点像泡层片 对 就是泡层片 就很快溶解了以后 它是什么 它是含氯消毒剂 跟我们所谓的巴士一样 都是含氯消毒剂 只是做的那个形态不一样 但是主要成分 可能也有一点区别 这种呢就一片 基本上这里边呢 就是一片 我的这一个 是250毫克 就有效率 那么这一杯水 这也就几十毫升吧 或者也一百多毫升 其实是有点浓了 我一般我这一片 可以放到一升水里边 当然我去世以后 放了一升水 再倒进来也可以 但我有的时候比较懒 我就直接扔一片进去 这也是可以的 所以这种消毒片 是在街上可以买到的吗 可以买到的 当然都可以买到的 不能把牙刷放进去消毒吗 牙刷呢 其实是我们可以随时更换的 其实没有必要 我们可以扔了 我们再买一个牙刷 所以牙刷呢 最好是定期更换 对 比如说您刚才说的厨房 如果我们把一锅 东西都泡进去 抹布然后扔个消毒片行吗 抹布用含氯消毒剂 或者是巴斯 或者消毒片来进去消毒 也是可以的 但是我们要先混匀 混匀了以后 我们再把抹布放进去 明白了 那其实我们居家环境当中 还有很多地方 都是需要做科学消毒 和精准消毒的 下期的同一时间呢 我们也请同学长 继续来跟我们讲一讲 也谢谢各位的收看 谢谢我们云端的西伟 谢谢连续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